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设计的就是虎年奇想物 Q版素胚做了个虎盆大口 这打造素胚的人就是中普 他身为当代装置艺术名家 挪用陕北老婆婆的监制梅画来做老虎外衣 嘴巴里却紧咬地球仪 那老师的想法是说 就是在过去东方的经济是比较衰弱 那西方是比较强权的大国 那但是现在其实经济情势上面是有所转变的 那他就是用老虎就是咬的这个地球仪 象征着未来的经济会傲视全球 跟庄谱同辈分的还有舞蹈家林怀明 他难得动手创作 就将莫宝献给虎娃娃 大大的风写在虎口 四周就有火焰蔓延开来 希望这是艺术之火永远不熄灭 还有国际绘画大师胡炫三也来画虎 由于他的作品在拍场上动则百万 这一次在统一的速配上作画 价格也统一二十万 难怪作品已曝光 马上就有藏家抢先收购 不小心热艺术家玩的是创意 潘雨就在虎口盖上了一扇门 这门左金桶又玉女的 果然开启后暗藏玄机 那他虎口打开里面都是聚宝盆 那其实他想象征着于 是一个虎服闲钱的一个概念 就让人家打开之后 会觉得有金银珠宝聚集在里面 那也是就是中国过年嘛 就让大家有一个 就是产源广进的一个遗憾 社会界搞怪名人曲家瑞 则把虎变成了可爱大猫 对于少男少女来说 人气绝对第一名 他创作主题叫做Are you kidding me 就是你在虎我吗 那因为明明今年是虎年 他的想法就是怎么猫也跑来了 所以他把本来是虎的树胚 做造成Hello Kitty猫 赵子持续放亮 因为展场上真的是藏龙破虎啊 像漫画家阿推就以线条细腻 画风科幻出名 他的虎也用数不清的点点 点出像叉子刀子 还有闪电般的图案 那另外就是在嘴巴里面 你可以看到他喊的是一个球 那老师象征说他这是个Disco Boy 就是是一个热闹的party的开始 这老虎兵团算一算将近有40支 阵容坚强 每位创作者都是叫得出名后的 一文工作者 这样的活动从鼠年就开始了 由学学文化创业基金会筹办 他们计划这活动延续12年 但是所有收入都将帮助弱势儿童 作为体验美学课程的经费 今年是五年 透过这些装置作品 期盼散播更多福气 那希望黄霖文沈徽宾采访报道 而设计师除了打造新木 连续12年 中文字幕 icsopin 词 中文字幕 根据 中文字幕 初步 明文字幕 abuse を 在这种